有一個叫做LV Club 特別有名 這個就是你外站如果想要來一下的話 就會有一個代碼 機長會打過去空服員的房間 講到代表LV什麼包款 空姐如果同意的話 你就可以去隔壁房間包包換包包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金錢的交易 你知道包包換包包嗎? 我知道啊 因為我本身沒有包包啦 沒辦法換包包 我沒有包包 我沒有聽過這個耶其實 因為你要的話就是 母親我願就直接來啦 對 然後他們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叫做哈佛學院 這個東西其實他們公司有特別特別特別的關注 然後它是一個隱藏性的FB社團 哈佛是什麼意思? 哈屌 是嗎? 哈F-O First Officer 喔專門吃First Officer嗎? 沒錯為什麼呢? 因為First Officer 年輕 沒錯 其實很會想加入 哈哈哈 這個東西呢 它是女生的空服員所創的一個東西 然後它是設置年齡不得超過25 就是男F-O 不得超過25 然後目標是要找年輕的副機師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他們公司有很關注 我不知道現在還存不存在 但是這個傳說就是 也不能說它傳說它就是一個事實 那我們就請XX的空服來現身說法囉 來來來來我們歡迎 沒有啦 對反正就是有這一類的東西 OK 沒有 沒有 至少可能因為我是gay也沒有 也不會被邀請到這種社團 但是我知道是沒有 因為大家就是要來就來啊 我們大家是很開放 好像跟你聊完之後覺得好像這裡沒什麼耶 我有看過就是大家直接當人面然後直接要的電話 但他會用其他的名義去要的電話 我們可能聊到一個什麼東西 買什麼東西 他會想問他在哪裡買 請他傳圖片給他 但是這個很正常啊 這就跟你男生或是女生想要擺一個男生或女生是一樣的東西 那最後我們要問John一個事情 好 還記得有一支影片 我裡面有說暗示這個東西嗎 嗯 你們有嗎 後來我看了影片我還想到說 這個會是暗示的是不是 對因為曾經在我們搭車子去飯店的路上 然後一個女生跟我講說 他沒忘記帶充電器 然後問我說我們多個充電器 剛好我是真的有多一個充電器 然後後來他就說那我等一下去你房間拿這樣子 我真的沒有想到太多 我就打開門我去想說 喔好 然後後來他就真的要進來 他要進來 但是我想說老娘就是 嗯 我想說你要進來要幹嘛 然後進來我就讓他 我就讓他進來拿這樣子 但是拿完我就拿給他就這樣 就結束一切 後來我就看了影片然後說 才知道這個有可能是一個暗示 因為通常要進來幹嘛 我就開門他就要進來這樣子 但他不知道你是同志嗎 就想說怎麼會 欸我跟你講真的很多人不知道 因為我很常跟我的同志的男生朋友 有時候都會拍那種就很 很煽情的那種 然後我女生朋友就說 Oh my God 可以介紹一下嗎 我說她是 當姐妹還可以啦 這一點我可以講一下 我覺得 因為我們公司是非常支持LGBT的公司 就像我們每年的各大城市 都會有那個同志遊行 然後公司都會有派花車去支持 像我們公司還會定期的會有LGBT的獎座 他就可能會有變性人 然後那些變性人可能都是公司的員工 像我曾經有飛過 他是機長 他是男生 但是他是做變性手術 女生的生物 他穿女機長的衣服 然後他有結過婚有小孩 但是他就是後來做變性手術 很多 像台灣的大家 亞洲人好了 我們說華人 大家的想像就是 他結過婚 生過小孩 一定不是給 但其實很多他是後面才知道 或是他 家庭的關係 做自己 對 我們公司就是一個可以很表現自己的 就像我們在服務客人的時候 客人要什麼 我們就在啊 sorry no 就是沒有就是沒有 東西 像我們就不會 我們就會說 那東西不好吃 那先生我後面還有什麼東西 我跟他 真的喔 難怪 我就是聽說很多客人就會說 不好吃 然後其實他是想要要更多東西 但是我們公司會教我們 還是會offer alternative 因為他們就會feel better 他們比較不會找你查 公司就想要趕快離開 就是一些糾紛 我想說會不會有人就是因為這樣 故意這樣想要這個東西 餐不好吃 還是故意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難吃 我想要吃就是商務艙的peanut 本來就是要什麼東西 只要是商務艙他都ok這樣子 對 有沒有這種客人嗎 我我我曾經有就是頭等艙的客人說 他覺得今天的餐不好吃 因為我們頭等艙的餐就是 國內就是16個位置 然後就是16個餐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我們經濟艙有那種賣的那種三明治 更難吃 算了啦 他們都很難吃 對我們都難吃 他們都難吃 我跟你講 亞洲的經濟艙都比我們的頭等艙好吃 我覺得像是我們來講一個就是 你碰到最機車的客人 喔 可不可以講一個來品嘗一下 現在就有一個嗎 就是我曾經碰過就是 我們在飛國內飛機的時候 因為國內飛機如果你的 飛行時速如果低於3個小時的話 我們是完全沒有食物的 只能買洋芋片或是花生那種東西 畢竟他們就不是我心急的好東西 對不好意思 然後後來那個客人他就上來之後 他就 他說我想要點一個你們那個 Cheese plate 我剛剛有說 喔不好意思我們這個航班 是低於3個小時 我講到一半而已 他說 他說我不想聽你的解釋 他說你沒有就是沒有 媽這什麼意思啊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不跟你講的話 你以後如果碰到這種情況 你又會再 他又要request了一次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非常的生氣 我說 我說所以你要喝什麼 我要原因 我要原因 那你說你要喝什麼 Coke Sorry Now Orange Juice No Sorry Now 他還沒講我就直接Sorry Now 你怎麼可以這樣 因為我就覺得 我覺得你不尊重我 為什麼我要尊重你 然後後來我就推車到廚房之後 我才越想越生氣 然後我就拿了那個我們的Menu 上面就有寫說 如果航班低於3個小時 不提供新鮮食物 就把那個圈起來 然後就把那個直接丟到他的桌上 這樣可以嗎 這樣還好吧 沒有沒有 我覺得在我們的思想裡面是可以的 因為第一個是你先不尊重我 對 那我何必尊重你 我沒有對你不禮貌 我沒有兇他 我就只是丟給他看 不行 那我一定要講一個我很可憐的 好 你被欺負嗎 怎麼會 希望我們欺負人的份 怎麼可以讓別人欺負我們 就亞洲航空公司啊 這輩子人生第一次發生這種事情 要Landing了 然後商務商有一個客人女生 我先叫他一次他沒有反應 但我想說 還沒有到 我們還沒有要去做 所以我就再讓他多醉一點 我已經叫他很多次了 但最後沒辦法 我一定要叫他把東西收一收 或把椅子用好 所以我怎麼叫他都不起來 所以我只好拍他兩下 然後他轉過來直接 F*** you 他說F*** you don't touch me 這輩子人生第一次被人家F***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然後他就一連串的髒話罵我 OK 我那時候很慘 然後我就趕快去跟姊姊跟老總講 剛好那天的老總 他是挺襪子型的 他就不想搞事 他就跟我說 這班機是一個easy flight 我們做完回去就可以休息了 但是如果你跟客人有什麼話 我們就會delay到大家的時間 你忍耐一下說個sorry 他要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大家都開心 然後於是我就過去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很想跟你道歉 然後他就不願意 他說那你跪下 天啊 這個太誇張 我就只好 這個太誇張了 說I'm so sorry 怎樣怎樣怎樣 對 然後我就不敢去跟機長講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通常公司教導是 你必須先跟老總講 然後老總去跟機長報告 你不太會越級去講講 啊 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想到另外一個故事 有一次就是我們有一個飛機 他就delay了 其實後來整個主員超死了 所以要換一批主員 然後後來spin by 我同事被叫上來 他就登機的時候 客人就說 所以到底是什麼原因 這個飛機delay到現在 然後我同事因為他被叫上來 所以還不知道什麼狀況 然後他說 我只是過來被 來支援 所以我還不知道什麼去 然後那個人就說 Oh So you don't know any shit 然後結果我同事 馬上就打電話 給機長報告 他說 所以你想要我把他移掉 這班飛機嗎 同事說對 我覺得他不尊重我 影響到我的心情 我覺得我沒辦法執行我接下來的任務 他真的被移掉 然後而且我們沒有越級這種東西 我們只有safety會越級 就是因為safety你要趕快 可以越級 就你發生什麼就是重大的失誤 你要趕快跟機長的 對 沒錯 但是我們每次就是 因為我們很多同事 老媽媽他們都飛了三四十年嘛 所以他們年紀其實都比那些機長還要大 對 就有時候像那個亂流的時候啊 如果機長沒有給那個安全帶燈的時候 直接拿起電話 飛機這麼晃 為什麼還不給我們一個安全帶燈 可以打開來嗎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 對 就是我們就是真的是一視同仁 那我覺得我要講一件事情 亞洲很多航空都會笑美國的空服員 就是年紀很大 但是你們不要忘了 空服員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職業 他必須要保護你的安全 我們每一年都要做很多很多的訓練 再來就是我們不只要這個 我們還要服務你 就像你的貼身管家 不只安全而已 還要照顧你整個Fly 看開心 還有急救 醫療 急救人 這個我們也都要會學 所以呢 我覺得亞洲航空 你會不會覺得亞洲航空有時候有一點 扭曲的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想要找的就是漂亮的空服員 我覺得像之前 綠色公司他們不是只招女生嗎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完全的性別歧視啊 為什麼呢 但是他們是有宗教的 但是一樣啊 你的工作就是不能 因為你的公司是宗教的信仰 然後就拒絕招男生 身高 性別 種族 宗教這種限制的工作 我覺得都是一種歧視 那身高呢 那你又是 safety 嗎 像我在訓練的時候 我同事有很多說 152 153公分的 我們那時候在測量標準的時候 我們的標準是國內飛機的高度 所以你只要飛得到 關得到國內飛機的行李櫃 就是OK的 反正他們也不用幫忙關啦 他們都叫客人才關啊 而且很多同事都是棉花糖女孩 胖一點 很多老媽媽身材比較走樣 其實我們沒有身材跟身高的限制 那你覺得像我剛剛就說了 我覺得亞洲航空公司 你當鳳姐應該可以是蠻proud的 因為這個工作很難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 你一定有一定的就是身材長相 那你覺得應該繼續這個樣子嗎 還是要像AA一樣就是誰都可以來 我覺得這已經是亞洲對空服的一個定義了 對 但是我好像最近當綠色公司跟花花公司 我有發現好像比較對早上沒有這麼挑 哈哈哈哈 是他說的 沒有啦 綠綠的不是他們長相的問題 是他們制服的問題 我真的嗎 沒有開玩笑 但是我在玩笑之餘呢 我跟Jean還是要跟大家講說 空服員是一個保護你的工作 所以他的工作我覺得很特別 再來就是很unique 所以你們應該要尊重他們 尊重我我也會尊重你 他們不是你的用人 互相 然後再來就是 不用對他們有太多的物化的感覺 他們是一個專業的人士 如果任何情況下 我們都是第一個要跳出來保護你們 你可能要求生就是要靠他們了 所以請你們以後尊重 沒錯 空服員 沒錯 最後我們真的好多東西要講 太多了 對 太多故事了 所以我們應該會很常合作 那如果大家喜歡Jean的話呢 訂閱他的頻道 叫做 原來是Jean 原來是Jean 希望如果大家很喜歡 我們兩個所講的話題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幫我們按個讚 追蹤我們的頻道 大家掰掰 掰掰 欸你不覺得他很適合加入就是天才娛樂嗎 不要這樣啦 可以嗎 而且第一次見面而已耶 會不會看左眼 不會喔 我見人很快 那你現在是 你現在會演戲嗎 可以來一點囉 家暴女性 哈哈 家暴 家暴女性 啊 蛤 你幹嘛怕 張聰明我跟你說過 你不能幹嘛怕 英文換英文換英文換英文 打開 他很會演耶 Dramatically 不是我覺得很多人會找你拍 OK 我可以中文跟英文 英文好啦 那就OK了